生命电视台 尽在生命电视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长路大法师 大家再次鼓掌 要非常感恩我们省委员的姻缘 让我们有机会 在这边见面 更感谢我们校长的慈悲 因为我很羡慕各位 因为各位有 我们长路大法师的慈悲 来照顾了各位 更有一个虔诚的校长 来做我们人格的模范 刚刚我们远远的车子来 我是第一次来 我们司机菩萨说 师父那不是学校 那是寺庙 我说应该是那一间 所以我想对佛教讲因缘来说 那各位能够在一个真正的教育的场所 因为所谓佛法 它是一种生命的教育 那我们如何建构一个快乐的生命 正确的人生观 所以我想每一个生命的目的 都要追求快乐 要不要痛苦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快乐的因是什么 为什么会痛苦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高的智慧 所以我刚刚在外面看到学校的四个字 悲 智 圣 行 这个就是教育的重点 所谓慈悲 什么叫慈悲 感情的最高点 叫慈悲 自私的感情会痛苦 我看各位这个年纪 最喜欢谈感情了 因为年轻嘛 那是感情有快乐也更痛苦 那是各位每天就看到学校 有这么多法师 特别走来走去 你要问问那个法师说 你怎么要出家了 为什么要出家 你怎么不去谈恋爱呢 就像我经常去监狱 他们也问我说 黑心 你头发失去 你怎么跑去出家了 我说我有结过婚 我有生过小孩 我过去的太太 像影星一样的漂亮 问题是我过得很苦 并不是说感情不快乐 而是那种 是一种束缚 束缚 我爱你 但你只能爱我 你不爱我 Holy sea 奇怪 怎么会这么痛苦呢 所以我结婚七年 我就自己买了好几个鱼缸 天天看鱼 好羡慕啊 鱼多自由啊 但是我现在被关在鱼缸里面了 因为我以为那是快乐 结果我发觉 哇 真是痛苦啊 我想快乐是一种自由 后来我又生了一个小孩子 哇 更痛苦啊 我想各位在这一年 我们农历七月份刚过 在佛教里面叫孝顺岳 是在纪念 慕年 神通第一的慕年 他妈妈 虽然家里很有钱 但是不懂得因果道理啊 后来死了以后 做恶鬼道 那做了恶鬼道以后 慕年 正的神通 出家七天就有神通 以这个神通去观察 哇 他妈妈居然在恶鬼道 结果他就赶快拿一碗饭 以他的神通 拨饭 供养他的妈妈 结果他的妈妈嘴巴一凸啊 一打开变得吐火 所有的饭菜变火炭 所以慕年那个时候很急啊 神通 神通耶 他是第一 也没办法度他妈妈 赶快回来找佛陀 然后佛陀就跟慕年说 凭你一个阿罗汉 功德不够啊 你要在七月十五日 就是佛的 因为我们出家人 三个月要精进的修行 然后来供养所有的 自己阿罗汉 包括供养佛陀 你妈妈才可以离开恶鬼道的苦 所以慕年就这样去做 后来他妈妈升天了 那所以我们就把农历七月份 当做来 跟我念一下 孝顺月 那每这个月 我们就在讲孝顺的精神 由孝顺变成普度 我想各位的爸爸妈妈 农历七月份 一定会拜拜门口啊 住大楼会拜拜门口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 慕年有妈妈 那是人啊 生命的轮回啊 几百万事 各位相不相信 因为你是慈命高中的 你要相信 因为慈命高中是佛教 佛教的基本就是 相信轮回 人有过去世 现在是来世 所以 因为无量事的轮回 有无量事的爸爸妈妈 所以 每一世的爸爸妈妈 无量事合起来 老实说了 我出家将近三十年 终于今天踏到慈明高中 各位一定做过我妈妈 做过我爸爸 做过我女儿 做过我儿子 不然我们不会见面 所以 各位听过一句话就 五百世才能够 同一艘船 一千四的姻缘 才能够同一座座 所以各位 你做你的同学三年 坐在你隔壁 你等一下 握着手 那手 赶快握一下 妈 我爱你 对不对 就是如此 终于有机会 我爱你很久了 我今天跟你说 我讲的那个爱 是爸爸妈妈的爱 不是男女的爱 这个叫缘分 所以我想这一点 最高的智慧 就是你相信这个真理 所以刚刚我们董事长 我们就 哇 各位外面有一尊文书菩萨 代表智慧 手上拿着各种的法器 包括奶瓶 iPhone 是要去帮助别人 所谓帮助别人 是要以不自私的 读书最高的目的 不是拿第一名 学习服务别人的机会 增加自己的被利用价值 你是搞电脑的 你是搞商业的 你是搞医学的 那我想必须要有 无私的奉献 所以叫文书菩萨说 我不是为了赚钱而来读书的 我不是为了成功而来读书的 我是要为了增加 自己被社会国家的利用价值 而来读书的 这个是一个动机 这个很重要 我一辈子都很努力 因为我父亲很严格 所以我们以前读书 父母就告诉我们 考第一名 将来才会赚大钱 我妈妈要我做医生 我爸爸要我做总统 这样 然后呢 从小把我逼 逼到样样都一百分 什么都是最好的 但是后来我才提悟一个道理 这么努力 都是为了自己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做旅行社 也搞房地产 也赚了一点钱 后来 我有一次到越南 最北边的河内 天气热 买一瓶可乐 在那边喝 结果可乐喝不完 剩下一点点放在旁边 结果有一个乞丐 小朋友 一直看着 一直看 我想说 可能他想要喝 我就把这一瓶 剩下一半的可乐给他 他拿到可乐以后 我脸都发光了 然后就跑去给他爸爸 那小孩子很孝顺 他自己不先喝 先给他爸爸喝 爸爸拿到这个可乐 也不喝 就叫小朋友先喝 我在看到这一幕 我自己觉得很惭愧 我们赚了这么多钱 从来没有想到别人的痛苦 只想到自己的龙华富贵 那时候我也有儿子 我已经结婚那个时候 就我看到两个父子 为了半瓶可乐 那种感恩的眼光 让我生起一个很大的惭愧心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我真的是 每个人都想要赢过别人的 在努力 但是我发觉 我很自私 让我觉得很惭愧 我这么努力赚这么多钱 只想要让自己高贵 买的 我不会开车 要买几部好车放在那边 所有的好的要给我的家人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原来在这么远的国家 还有这么样的 一样是爸爸 一样是儿子 他们却只有 后来是那个爸爸 可乐给儿子喝完了 他把那个瓶子捏一捏 他要拿去卖 他可以卖到钱 但是让我觉得 我自己很渺小 所以我想 我们刚刚讲的感情 为什么能够变成慈悲呢 感情是自私的 我喜欢我 我喜欢的东西 慈悲是无私的 流浪狗 蚂蚁 可怜的老人 刚刚讲了七月份普渡 听说有孤魂野鬼 有地狱 那这些 以前我们没有关心的 这是我生命第一个觉悟 我发觉 人为了自己成功而努力 那是渺小的 人的努力 应该是为了别人 为了世界 为了国家 就像我那天 跟我们 沈志辉 立委在聊天 哇 原来他要 立佛法 希望推广佛法 以他为原的身份 能够 保护这个世界国家 动机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 所以我讲到这边 各位可能不像我们 出家人 每天研究佛经 但是佛经的重点 很简单 不要为自己 你讲自私是痛苦 慈悲是快乐 为自己的是 所有痛苦的开始 为别人的是 所有快乐的原因 所以我想各位来学校读书 你不能说 为了我自己要吃饭 那你会有压力 努力会有压力 我来学校读书 我看到社会上 哪一个问题需要我 老人的问题 幼儿的问题 流浪狗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国家的问题 世界的问题 来 看前面 为地球 如果你是为地球而努力的 那你是地球的皇帝 再来 为法界 这里面是一个星球 里面有整个宇宙 你的动机 如果是为整个 世界 法界的 那同样 不失一朵花 倒一杯水 动机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 所以在这一点 我想各位可以说是 目前台湾最有福报的高中生 因为有我们长路大法师 还有佛教的加持 各位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但是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做人的目的 所以简单的说 什么叫修行 来 人格的发展 所以要把人格发挥到最圆满 那人格的发展分成三个部分 也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说的 来 念一下 把知识变成智慧 所以我们立委叫省智慧 校长 董事长 外面给你摆个文殊菩萨 各位要把知识变成智慧 再来 第二个 把感情变成慈悲 谈恋爱你会很痛苦 但是为什么我们出家人要出家 出离自私感情的家 把自己奉献给大家 当你没有自私的爱情感情的时候 你可以爱所有的同学 你可以爱所有的老人 你可以爱所有的蚂蚁 所以自私的感情会痛苦 但是无私的大爱慈悲 快不快乐 快乐 各位要不要出家 我想出家是出离自私的家的意思 把自己奉献给大家 所以哪一天各位来学校 我们校长问你 你为什么要读慈敏高中